1645年5月初,李志诚死于湖北通山县 李志诚的死亡对顺军造成了极大的打击 顺军的高层对李志诚极为忠诚 宁愿跟着他钻山沟也不投降 哪怕后来被南明收编都一直称李志诚为先帝 但他们的忠诚更多是针对李志诚个人 对大顺这个玄起玄灭的政权倒不见得有太多感情 再加上李志诚生前从未指定过继承人 导致大顺政权陷入了群龙无首的状态 在李志诚死后,已经没有任何人有威望统领整个大顺军 可以说,在李志诚死后,大顺已经在十字上面亡 残留下来的东路军已经陷入了走投无路的境地 田建秀、张乃、园中帝、刘芳亮、刘体纯、吴如意等将领 先后进入湖南、平江、刘阳一带 同仰河的未公报地方清行式接铁中说 这支军队此时还有21万人 不过大抵是夸张之语 即使算上大量的随军家属 也应该达不到这个数字 而且更重要的是,此时东路军已经失去了组织 田建秀原本是总篮五营的全将军 此时仅有部足七千 闽然普通一将,既无威信可言 原左营治将军刘芳亮所部不过一万 原右营治将军园中帝仅辖部足三千 他的老部下流体纯却有部中三万 其地流体筒也有兵二万 原先的皮匠郝瑶齐却优中四万 王进才更多达六七万 整个指挥体系已经完全崩塌 变成了将领们的联合体 顺军将领在走投无路的情形下 决定南下长沙 同当时南明的湖光总督和藤角 会商联合抗清 不料和藤角情报不明 以为南下的只是一帮土贼 派长沙之府周二南领兵两千前往扫荡 大顺军意再和好 主动退让以表诚意 周二南却误以为炒扣不堪一击 乘胜直追 被顺军与刘阳关渡一举击杀 官员将主杀伤无算 河腾角得到败训才如梦初醒 被迫答应联合 七月间 河腾角同东路大顺军达成了合营协议 然而河腾角和他一手提拔的北斧张矿 偏幅傅上瑞对大顺军怀有深刻的敌意和猜忌 在筑地和梁想上处处刁难 并且对大顺军实行分化和排挤 在东路军中 好摇旗王敬才原来地位较低 在大顺军兵败混乱之时 各自掌握了一支数量可观的军队 同大顺封侯奉勃的老将产生隔阂 河腾角充分利用了这种矛盾 把好摇旗王敬才受为亲信 好摇旗被委认为都标副总兵 不久升任总兵 加封南安博 至于田建秀 袁中帝 张乃 刘体纯 吴如意 等大顺政权所封的侯伯 则备受歧视 既不安置筑地 也不供应良想 这些农民军被获就地打凉 又立即加以掠夺的罪名 目的是使他们在湖南站不住脚 这年八月间 这年八月间 田建秀 张乃 袁中帝 吴如意 刘体纯 好摇旗等 在清朝 胡广等地总督 同仰河的招罗下 成派使者到武昌 同清方联络 要求安置地方 供应良想 因清方坚持剃头 没有达成协议 1645年4月 大顺军 西路军 辗转来到胡广地区 六月间 率兵东下 占领京门州 当阳二城 7月20日 攻京州 大顺军围攻半月 未能攻克该城 八月间 东路军 眼界在合成脚下 站不住脚 决定宜军北上 同西路军会合 除好摇旗 王进禅二部 留在河腾脚挥下 东路军 尽速北上 在驻于越州的 马晋忠的接应下 转入荆州 马晋忠 原是农民军出身 后 祥明跟随左梁玉 却在左梦庚 祥青时 不肯投降 率领不下逃走 之后 向阿济阁尾翔 在清军南下之后 把清军的大炮 丢弃在江中 率兵西上越州 成了越州的军阀 东西两路 大顺军会合后 西路军才获悉了 李志诚 殉难的详细情形 皇后高氏 也转入 李过高一公营中 然而 两路大顺军会师后 依然缺乏一位 众望所归的领导者 李过等人 曾推荐李志诚的 山地为领导人 却难以扶众 大顺军 丢掉了全部领土 又没有领导人 一时失去了前进方向 在明清之间 举棋不定 明清双方鉴于自身兵力不足 都想对这支军队加以笼络 清朝 胡广方面多次派人招抚 大顺军也虚于伟疑 以受府之名 讨要荆州 湖南为安插之地 清胡广总督同仰河 因兵力有限 招抚心切 答应了安置要求 却坚持要求李过 马进忠等人 替头表示归顺 顺军坚决拒绝 最终倒向南明一方 南明一方 坚持招抚顺军的 是胡广巡抚 朵应兮 他和胡广总督 河腾脚不同 是真心想要招抚顺军 于八月间 亲自赶赴荆州 同李过等谈判 会盟事宜 并前举人傅作林 前往福建 为诸将请决 11月 傅作林到达福建 在龙武朝廷里 立即引起一番激烈的争论 但龙武帝 依然决定 封李过为新国侯 赤名李赤新 赤高一公 名高碧正 所不改称 中真营派马基祥为使者 前往胡广搬照 朵应熙同顺军将领 达成联合抗清的协议后 决定发动恢复 湖北的战役 他建议 河腾脚张矿 统兵由越州北上 自己同中真营一道 先攻下荆州 然后引兵东下 同合章部明军 会师武昌 当时 湖北清军力量相当薄弱 中真营集中力量攻城 正式为竭力防守 已有不知之势 一再向同样和紧急呼救 同样和无兵可派 又担心河腾脚 由越州北攻武昌 于是同和平鸾联名 向镇守南京的平南大将军 乐克德魂请援 乐克德魂接到湖广的求救文书后 于1645年12月18日 率领兵马乘船西上 四年正月初时到达武昌 派遣护军统领博尔会 领一支兵马南下越州 迎击以马尽忠 王允成为前锋的河腾脚张矿部 自己统帅主力直驱越州 同中阵营决战 河腾脚与监军闹张矿 在长沙事事后 兵将避坚而下 正月初二到达湘音 七大会于越州 结果张先碧借口购买的马匹味道 逗留不尽 朱镇亦附观望 几天以后 驻守越州的马尽忠 王允成 卢鼎王晋才市镇 听说满洲八旗来袭越州 其实 博尔会带领的 只是由南京来源的 一小部分满军 马晋忠等人 误以为是清朝大军将道 竟然不孤殉帝 乘船南逃 越州副将马脚林 则向清军投降 河腾脚张晃面将四将后 不仅没有查明 双方兵力和作战意图 反而被满洲兵威下道 仓皇退回长沙 河腾脚自大才书 谎报军情 在赌应熙与中真营 猛攻荆州之时 就像龙武朝廷上书 称已经恢复荆州 而他亲自 节制的明军 不战自愧 越州重镇反而被清军占领 来源清军遂长驱直入 河腾脚溃败之时 却不像正在荆州作战的 中真营通报消息 导致李过对越州失守 毫不知情 29日 乐科德魂禁至十首县 他探知中真营主力 正在围困荆州 后勤之众 分屯江南 就在2月初二 命上书 绝罗朗球 往脚江南 自己统兵 兴业及迟 初三早晨 抵达荆州城外 李过对乐科德魂 千里奔袭 毫无所知 仍然指挥部队攻城 清军分两路 直冲 中真营营垒 中真营 猝不及防 被打得大败 刘芳亮也在此战中战死 绝罗朗球部 出其不意 击败南岸大顺军的首军 夺得船只 一千余收 第二天 乐科德魂又派奉国将军巴布泰 分兵两路 追击中真营 于安远 南庄 襄阳等境 中真营兵原自重 损失颇大 被迫退出山峡地区 园中帝 牛万岔 退出湘西山区 监军赌应西 最马折臂 向湖南 长德一带撤退 李自成的三弟 田建秀 张乃 李友吴如意 在一领口 带领不中五千余人 向清军投降 四月初三 多尔滚接到乐科德魂的捷报后 下令把李自成三弟 田建秀 张乃 李友吴如意 及其部下自主 统统杀光 荆州战役的失败 主要在于 河腾脚张旷 没有按原定计划 从越州北上攻击武昌 并且恶守长江航道 致使清军 乐科德魂部 如入无人之境 直驱越州 独应西 李过等人 以为荆州一带 有河腾脚指挥的部队 不会有东部之忧 注意力 全部集中于荆州 军队主力偷袭 一败涂地 李自成死后 东路军指挥失灵 西路军已经是顺军 最后一支成建制的部队 却在此战中大败 将领兵员之重 皆蒙受巨大损失 被迫退入 川厄交界的平吉山区 顺军云部整合的希望 致此破灭 与南明的联合 不但没让中阵营恢复实力 反而在此后 一支刺卷入南明的 勾心斗角之中 流干了自己的血液 这使得他们再也无法 向西营的余部一番 在此后的历史中 大放光彩了 把阵ides Fighter紧 план之中 刺卷入四千区 毛后来 这片音量 这片的灵约 分量 放你 直接分量